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累积累是一定造了很多恶业 包括杀动物 吃动物 堕胎 搞不好过去我们也真的是一句话杀人 或是参与战争 直接见接 所以这个替身的意思是用这个好吃的 充满甘露功德的食物 当然里面也包了你的头发 指甲 现在就要放在你的身体 布施掉 直接给它 好不好 布施众生需要的 然后呢 把自己完全放下 我想等一下我们特别请斯维安妮 等一下要修施身法 那施身 各位就知道了 释迦牟尼佛能够成佛百千万劫 不断地布施他的身体 头 眼睛 脚 等等等等 现在的人都很会布施 布施钱 所以很有钱 但是身体还是依然生病 因为没有布施身体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法 今天特别三昧水灿 利用中午时间 然后呢 安妮负责修法 然后各位负责观想 好不好 这个想就是说 我愿意把我的身体完全做布施 给老鹰吃 给老虎吃 甚至你过去强奸了它 我现在我的身体给你强奸吧 因为它是用观想的 你过去杀了它 我给你杀吧 你过去吃的它 那我现在给你吃吧 就像佛陀的时代 各位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家族 全部被杀掉 断手断脚 丢在河边 绑手绑脚 慢慢淹死或是杀死 杀了三天三夜 理由很简单 是因为佛陀的家族 过去是曾经 各位都知道放毒 红色的毒 毒死所有的鱼 男人毒鱼 抓鱼 女人切鱼 小孩吃鱼 因为这样 吃鱼的 切鱼的 杀鱼的 全部被杀掉 为什么 因为两只鱼王 一个偷胎 叫琉璃王 一个做他的宰相 那所有被杀的鱼 变成士兵 所以带着所有的军队 杀了三天三夜 他们一点都不会还手 因为这是个夜 也没办法还手 那各位了解佛教的真实故事 你听我这样讲 你还会吃鱼吗 主文你听不懂 你无名 台湾话说 头脚掉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真相 了解这个真相 而且这个冤心寨主 一百世都会找到你 只要你有一个 起心动念的机会 你看物达国师 这么样的国师 起了几个念头 傲慢的念头 骄傲的念头 哇 冤心寨主就攻进来了 人面昌 所以我们想想自己 恐不恐怖啊 很可怕 现代人多病多苦 癌症各种的痛苦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阿 阿代表断除 对各种的执着 而且把身体变成 无恋无边的甘露 包括 各位你在布施的时候 也要观想财产啊 黄金啊 还包括谁 来 老公 老婆 儿子 女儿 通通要给他 这个你要关 不然他会让他 故意生病 因为他有些 来抓你小孩子 有些来破坏你的感情 情在在主 肉体在主 这是真的 就是说 你最要的东西 这些 冤情在主 就会把你 偷走 让你非常非常的痛苦啊 但是我们现在 主动的 高兴的还债 那等一下修师生法 也是佛教的重点 断除 这个 我 对自己 任何的执着 这个叫空性 佛教里面讲啊 这个我是所有 罪恶痛苦的根源 所以呢 透过布施 这学习佛陀这样 布施 那这真心的 高兴的 给冤亲在主吃 那冤亲在主 就超度了 这个叫 师生法的重点 叫和平超度 就像莲花生大师 包括弥日日巴 这些他在山洞 修行 这些鬼魔要找他 那莲花生大师说 来吧 你把嘴巴打开 好好哦 我要跳进去了 那弥日日巴说 那我们就在一起 修行 和平相处 这些众生 他就成佛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佛教的方法 绝对不是对抗 绝对不是对立 是有一种空性 平等 慈悲 忏悔 特别今天 大家多忏悔 来布施给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 把自己的 所有都布施 好不好 今天如果有带钱来 我看全部要放下 今天有这么多 今天有我们泰国 如意法师 我们缅甸大法师 他们不丹的 吸金的 那些瑟拉茄的 我就是知道 各位有钱 那你不布施完 你会很痛苦的 那事实上 列一下 舍一得万 大布施 当然讲到布施 我们先随起来 随起万佛灵 所有护持功德主 哇 这些都是钱盖起来的 对不对 盖起来的 那么庄严 然后万佛灵的 祝此师父 这么慈悲 免费的 借我们用 他知道我们这一群人慈悲 各位从生到死都可以到这边 我刚才去看 还有纳古塔 赶快定位 死亡是必然的 失身法 那这是达默祖师 传下来的 一个修空性最好的方法 所有人最在乎的是 我的身体 我的生命 也因为这样 生死轮回 这个叫我执 事实上我们这个 所谓的身体生命 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 那叫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所以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我们却有这个 我的眼睛 我的心脏 我的腰 我的感情 我的想法 我的意识 等等 就一直觉得有一个我 但是呢 透过这个 失身法 那各位就把 你认为的这个我 全然的 不失 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我 在不失 但是我们认为有嘛 所以你要先把它 舍掉 当然这个观想 有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不失呢 是观想 诸佛菩萨的加持 这些 护法空行的加持 你全身净化了 各位古时候 要不失身体 要把它洗干净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不失 完全的 干干净净 为什么 等一下你 这个配就是这样 就切一片一样 切的 有没有吃过那个火腿 这样切啊 切 然后就 供养诸佛菩萨 好不好 前半步是 供养诸佛菩萨 把我们的所有的生命 这个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把自己 敬畏来记的 所以直至菩提 我奉献 我归一 所以要 第一开始是观想 把自己切片切片 很干净 供养诸佛菩萨 第二边呢 上供完以后 就要下施了 也就是护法空行 也帮我们 很干净 充满功德的甘露 来 布施给结 所有罗刹 孤魂野鬼 冤亲在主 让他们呢 都能够饱足 不但饱 还得到你的功德 事实上 大乘佛教啊 都是一直在供养布施 供养布施 所以一个上供 一个下施 最后呢 上供诸佛 令诸佛欢喜 发菩提心 下施有情 令众生欢喜 然后后半部 阿尼会带我们念 奥马尼北美红色 代表六道众生 各个欢喜的 都发起了一个 他们六根清净 发起了一个 无我的菩提心 希望他们发这个心 那再来会念 奥阿弥陀佛色 那就是说 希望也带着 所有众生 包括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 好不好 好不好 要说好 今天就往生 我在那边有 那谷塔位 往生不用等未来 心里要放下 好不好 然后多活十年 二十年 广做善事 好不好 帮助别人 没有一个 我在被你欺负 没有我在被你骂 这叫什么 平静无我的心 却充满了慈悲 就是佛教 最圆满的修行 这个叫 南无阿弥陀佛 让自己进入一个 清净平等 圆满的 极乐世界的心 念一下 弥陀在我心 此地是净土 那时候我们心里 在极乐世界 那我们就在极乐世界一样 利益众生 到处去帮助众生 你要一直观想 布施 布施 好不好 不断的 上供下施 那这个观想 我希望各位经常 每天做一次 或许各位不会念 但你知道意思就好了 佛教里面讲的是一种心态 仪鬼也是一种菩提心 一种身口意 布施圆满 放下 佛教修行 不离开这些 来 念佛的菩提心 念无我的空性 念众生的大悲心 你只要保持这三种心 去做每一件事情 会不会成佛 所以佛教用各种的方便 各种的法门 无非就叫我们做这样的修行 所以感谢你 在这边给我们修法 然后隔膝上师 我也超度了 这两天各位多写牌位 好不好 说写一些牌位 慈悲 指甲痛 那就写一张 赶快写 因为你有燕心在主 但是各位 这个也是私生法 私生法 希望各位晚上 带多一点回去 明天又带来超度 那边痛 那边痛 那菩萨本来就 愿带众生受无量苦 好不好 所以菩萨要有 忍辱的空性 不然你就会退转 多修这个私生法 来观想自己 布施的过程 这种痛苦的布施 将来你就不怕痛苦 能够不退转 无身法忍 各位可以平常 做这些观想 就算你不会念 重点是这个观想 引导你的心 慢慢产生你的行为 去布施 所以用身体去服务众生 用嘴巴经常去赞叹别人 那么用内心 时时刻刻去关心别人 不制造烦恼 所以因为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所以各位要把消除这个我 以及我所生起来的贪嗔痴 各种烦恼 因为这个所有的轮回痛苦的根源 就是这个我 所以有这个我的烦恼 才会生口一造恶业 有这个业 就有生死轮回 所有众生都是如此 所以释迦摩地佛要我们 体悟这个无我的空性 而消除了贪嗔痴 种种的烦恼 而不让生口意去造恶业 这样你才可以离苦得乐 但是个人离苦得乐 不重要 当愿所有众生 接得脱离轮回 同生净土 同臣佛道 特别我们万佛领 这尊佛装不装严啊 请问这尊佛是谁 就是你自己 就是众生本来的面目 这个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思想 我们是未来佛 佛是已成佛 所以各位一定要相信 佛教最重要是信 信自己跟佛一样 有平等的佛性 只是我们相信错了 我是男人 我是漂亮的女人 我是有钱的人 我是可怜的人 我是狗 我是猫 然后呢 就有这个执着 有这个执着 他就哭了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放下 那一下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离一切像 就看到自己 对不对 极见诸佛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永远要突破自己 当然理论上我们都知道 但行为上做不到 各位 把你的老公布施出来 好不好 好的已经都离婚了 还没有 所以各位 把你最好的爱情布施掉 好不好 念一下 送给小三 那不是OK了吗 自己不自由了吗 但是 不行不行 那是我的爱情 这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我占有的 你一辈子买了一个房子 现在万佛寺要盖 把房子卖了 好不好 好 那你竟然万佛领住了 干脆了 这个就是佛教的精神 但是呢 各位好好挣扎 所以因为我们都是 我要 我要 我的 我的 将而让自己受苦无穷 所以我想 根本无名我质 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所以有这个我 跟我爱 我不爱 然后呢 就造业生死 所以各位要经常 透过外在行为的布施 来消除这个 我的天滩 我的钱 我的爱情 我的执着 了解吗 不然呢 永远在生死痛苦轮回 轮回苦不苦啊 太痛苦了 太痛苦了 所以刚刚修失身法 修失身法 可以消 整个身体的业障 修一次失身法 可以消除 整辈子 百分之四十的业障 相不相信啊 真是如此 所以明天再修一遍就OK了 所以明天傍晚啊 我想法会全部圆满 又请安妮 帮我们修另外一种失身 好不好啊 然后呢 大家就不断的布施 那我们修失身法有两种 像各位是比较舒服的 坐在那边 我们是趴在 躺在地上当作尸体 所以各位明天把 往生背带来 然后就盖上 我要布施了 你要经常这样观想 这个叫无常想 了解吗 修学佛法的基本是出离心 你要是一直执着 我是活的 这是我的生命 这是痛苦的不得了 痛苦的不得了 但是大乘佛教更伟大 不是跟个人解脱 要让所有众生都解脱 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我们用我们的身体一切 来承受所有众生的痛苦 念一下 愿所有的癌症 都发生在我身上 好不好 去站在医院门口这样讲 你讲你还不见得 有功德力吸收进来 你悲心不够 空性不够也没办法 所以每一个佛成佛 他都是为了承担的 就像我们万佛寺 我们言明法师 这么多法师 改这么大的寺庙要干嘛 给众生用 对不对 听说还要办老人院 各位准备来住了 有老人院 所以来这边 帮忙扫地 扫到极乐世界去 你在家里烦烦恼恼 所以我想佛教的修行方法 无非就叫我们 不断地舍弃自我 但是却爱惜众生 念一下 舍弃自我 爱惜众生 为自己 是所有的痛苦 为众生 才是快乐成佛的因 记住这句话 记住这句话 千万不要找一个 我喜欢的 要找那个 我不喜欢的去帮忙 喜欢是一种欲望 所以 要颠覆自我 要消除我之 你要开始念习 不要凡事有所求 念一下 有求皆苦 不要有所求 要无求品质高 那你这样才能够清静 能够清静 才能够慈悲 一个人有私心 不可能慈悲 你要圆满大慈大悲 不能有自私 我之 我的我的 贪财 好色 爱感情 傲慢 执着 这些是生命 所有痛苦的根源 所以我想佛法的教育 就要让我们 恢复本来的面目 佛性 累积广大的功德 成佛 这样才可以 真实去服务众生 三昧 慈悲三昧 这个三昧水 人面昌 这么可怕 但是活菩萨的慈悲心 流露出来的 乃至加持的水 撒在我们身上 一夜这样就消除了 但是从此以后 误达国师 就不做国师了 就躲在 在森林里面 好好的忏悔 写下这一部 带给我们所有众生 都可以改头换面的 慈悲三昧水灿 所以我想各位 慈悲心可以降服一切 可以消一切痛苦 但是不要让自己享受 出名 傲慢 世间人都在追求这个 很苦 那我们学佛的人 要念一下 悲下心 恭敬心 毫无傲慢心 然后要开始改变自己 好不好 要开始改变自己 不要凸显自己的优越感 我发觉现在很多人 很喜欢说 我比别人好 我比别人高 我比别人富有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的是 把众生放在头上 把自己放在脚下 都要开始真实的练习 这个叫修行 修行是一种真实的改变 那明天我们要做什么 来 三十细念 三十就是 不间断地保持 念阿弥陀佛 愿众生 包括自己 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念 保持正念 当下你就体悟到 阿弥陀佛的心 原来是自己 我就是阿弥陀佛 当下就是净土 保持正念 念佛念法念生 这样去思维 怎么样去实践佛法 然后到后天 我们也要到海边 去大放生 然后呢 下午他们还要去老人院 晚上还有连续两个晚上 有红法讲座 所以我想无论如何 大家能够尽量地精进 然后现在格西在为我们修法 各位现在身体 有没有换一个身体啊 开刀圆满 施生法 把不清净的身体 换成一个清净的身体 这样庄严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供养完以后 我们来供生 好不好 今天有很多的上师 格西法师 各自努力在利益众生 但是我们佛教 无我的想办法供养布施 好不好 所以明天 明天你可能要钱再带多一点来 因为有这么多好的菩萨 在利益众生 我们就想尽办法 尽量广结善缘 当然办法会有很多 护法居士功德主出钱出力 大家用灾犯啊 各种的开销 所以啊 请这些功德主 慈悲也替我们代表大众 做供养 所以各位虽然今天没有守八万载戒 但是怀着菩提心吃素 好不好啊 大乘的八万载戒 怀着慈悲心菩提心 大家吃素 我们不照恶业 拜颤 利益众生 大家多念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所以现在也来做大供养 特别这个大雄宝殿 有千佛 后面有二十八护法 都圆满 所以上贡诸佛 护法诸天 以这个功德来回向 夏师六道众生 我们外面有摆了六张桌子 代表六道众生 然后呢 消灾牌位 很多上师格西 正在为我们写的 往生牌位做超度 各位用心休息 供养所有佛菩萨 所有出家人都不用分 因为各个完全地得到供养 各位要多有这种丰富的思想利游 因为佛法是用心修行的 心可以融入整个法界 可以供养所有法界 所以你要练习这种心态 所以要观想 不但如此 上贡以后 又马上下师 所有蚂蚁啊 所有恶鬼道啊 所有地狱道啊 都得到圆满的上贡下师功德 所以他不得不超度 因为我们替他上贡下师了 他就生口意恢复清静了 所以每一种供养都是这样 上贡下师 而且供养的本体又是空性 又不执着 满满满满的供养 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来 回向众生 做什么事都不是为自己 也不是为一个民族 为一个人类 也不是光为一个新加坡 是所有所有的始法界众生 佛 菩萨 言觉 阿罗汉 天人 阿修罗 畜生 地狱 鬼道 所有的众生通通供养圆满 那各位要练习这个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是变法界 变法界有情 你都跟他合为一体 都平等地 恭敬地去对待他们 要多这样练习 每天每天都在上贡下师 念一下上求活道 下化众生 圆满菩提心 所以养成一个这种习惯 让自己时时刻刻都在上贡下师的圆满的心态 这样的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然后呢 等一下先发给各位一个结缘品 因为这个叫五色 五色线 也叫五方佛加持 然后总共五个颜色 那五个颜色就是代表 蓝色东方阿处佛 再来黄色南方宝生佛 再来外面红色代表西方阿弥陀佛 再来绿色代表北方不空陈酒如来 白色代表中央毕如则那佛 念一下 那为什么要五个颜色 也代表了地水火风 跟友情的意识都得到进化 所以叫五色级 一般做精凡 一定做这五个颜色 那这个五个颜色也代表 五方佛的智慧 那五方佛各自所代表的智慧 也就对峙我们所有人类有情的五种烦恼 那这五种烦恼如果 佛教不叫消灭 是叫转化 转化 比如说贪心很重的人 可以把这个贪欲 变成一种妙观察制 这个意思 那站在解脱道教消灭 我把它消灭掉 那消灭掉就没力量了 所以各位你感情丰富的人 可以把这个感情转念 变成一种大慈悲 了解吗 那如果站在解脱道 最好是消灭感情 消灭感情以后入涅槃 然后呢就不能成佛了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脾气越大的 越容易修行 那脾气越大的 把这个称慧心 可以变成什么 来念一下 大圆尽智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脾气大 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不要了 什么都要排斥 结果呢 他就不执着一切 反而能够看清楚一切 这个要 这个在 我们大称佛教 特别金刚称 为什么都拜五方佛 那就要把这个 最强烈的贪欲 转为妙观察制 所以这个就是奥弥陀佛的功德 请问奥弥陀佛贪不贪心呢 非常贪 黄金铺地 最好全部人都去贪那边 对不对 这是奥弥陀佛的贪 所以奥弥陀佛的贪欲 透过禅定跟波日智慧的 这种修行跟进化 把贪欲就转成妙观察制 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我就不讲太多 但是至少人的 还是友情的 五种根本烦恼 你只要观察它 就像各位打坐的时候 脚很酸很麻 你也不要排斥 因为它会过去的 这样 它会过去的 只要你看它 看它身 看它减 就像各位现在生病 你也不要排斥 请问感冒几天会不会过去啊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但是你不能接受 我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就像谈恋爱的人 失恋以后 他会很伤心 我不要再谈恋爱了 我不要再见他了 过一个月 他又交新的男朋友了 会不会过去啊 会过去的 这个世间一切 所以你也不要排斥它 佛教教我们 看清楚它 行身波罗波罗蜜多时 冷静地分析它 你就可以超越它 还可以运用它的力量 所以 那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 利用在贪嗔痴里面 转念头 一般人 我们繁星很重 没关系 念下来 转妄念为佛心 这很简单 所以释迦牟尼佛 成佛最大的开悟说 一切众生皆具 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证得 把这个妄想执着 用智慧放下来 然后就变成自然智 道总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不要一直讨厌负面的 如果没有负面了 就看嘛